费玉清原来更爱金花祠曾亲手颁奖给未成名前的张学友 费玉清原来更爱金花祠曾亲手颁奖给未成名前的张学友 她的嗓音清澈细腻 唱功炉火纯青 把每一首歌都唱出自己的特色 她赤诈歌坛45年 发行过个人唱片40余章 精选合计60余章 拥有无数之音 她就是乐坛长青术 费玉清 6月1日晚22点 由江苏卫视大型音乐嗨场互动综艺秀嗨 唱起来 将迎来费玉清的惊喜亮相 本期节目好听 好看又好玩 费玉清与幸运达人共唱华语金曲并开启唱跳模式 她在分享四人歌单时讲述了自己与张学友 周杰伦 张会妹的故事 非常暖心 画风不一样的费玉清 开启新模式 乐坛长青术 变身唱跳歌手 唱着一剪梅登场的费玉清 让嗨 唱起来 的画风变得格外不一样 用主持人彭宇的话来说 别的歌手出场是流行画 小哥出来是水墨画 不过 也许是被百位欢唱达人同唱一首歌的阵势所震撼 又或是被全场欢乐到飞起的情绪所感染 一向综艺感十足的费玉清也立马突破了水墨画风格 妙变唱跳歌手 与大家一同嗨唱嗨跳 来自女团SNH48的点唱团成员黄婷婷 曾与费玉清合作过青春少女感的歌曲3345 两人二话不说就来了一次现场版演绎 当费玉清唱到紧贴她的个人特色的歌词时 那身姿柔软又轻盈 扭 跳动作相当到位 一言不合就尬舞的刘维 怎么放过与小哥共舞的机会 她与费玉清合跳了一顿动感的什么都不必说 当场跳模式被激活 费玉清如开挂了一般 只要听到旋律就能翩翩起舞 与幸运达人合唱的环节中更独创费势舞步 赢得全场关注与模仿 显为人知的大咖故事 与小哥交往 张学友 周杰伦 张辉妹都很暖心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一曲千里之外开启了本期嗨 唱起来 的倾诉共唱之旅 谈到这首金曲 费玉清说 杰伦把两个不同世代 不同歌录的人放在一起 非常和谐 而领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周杰伦专辑发行的那一天 送来了一张CD 还打了变化来 杰伦很暖心 CD上写的那几个字是 小哥 没有你的参与 这张CD绝对不会卖得这么好 与周杰伦私交甚好 费玉清也格外喜欢周董的中国风歌曲 因此他将青花词首录在私人歌单中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歌词感觉很优雅 好想把情感放在了水 清风 明月里 我在朦胧阴雨天气里等待 费玉清的私人歌单中 还收录了张辉妹的 我最亲爱的和张学友的吻蝶 这两首华语金曲 与小哥的风格实在有些不一样 为什么会选择他们 费玉清为伟道来 她与张辉妹 张学友的故事 张辉妹当年出道时 上过费玉清主持的综艺节目 龙兄虎弟 阿妹带来她的姐妹又唱又跳 我跟她说你一定会红的 后来到其他演出地方 横到阿妹 她都跑过来热情拥抱我 说小哥 好久不见 非常暖心 同样 张学友也是在未成名之前 就上过费玉清的节目 她说小哥 你忘了我吗 我以前比赛第一名的时候 是你亲手颁奖给我 那时候她很腼腆 是青涩的少年 哇 真正的好声音不会被埋没 另外 费玉清还谢我 只在乎你 这首歌在节目中 表达了对歌迷的谢意 因为歌词中有一句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就像我们做艺人的 我们如果不踏上这条路 我们会在哪一个行当里面发展 都不知道 我只在乎你 我用歌手的感觉去表达 我有这么多歌迷很开心